郭台銘擺明就是不想談高雄安 一天兩次訪問都大打太極 怎麼問都不答 難道是連署開跑的郭台銘 不想選情受波及 郭台銘設置在板橋北天宮廟前 隔空對子弟兵說重話 紅安 我想今天在廟前面 我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人在做聽在看 謝謝大家聽到我的 高雄安面對質疑當作沒聽到 但郭台銘這番話被解讀有切割意味 其實他9月12號受訪時 似乎就有端倪 高雄安是我很多年的 完整訓練的人走上政治圈 我想我也是一直告誡他 跟堅守法律所賦予你的分跡 我相信高市長的專業與清白 郭台銘從強調高雄安是受自己訓練多年 到司法和還他清白 最後幾乎是隔空告誡高雄安 態度悄悄轉變 就連民眾黨中評會 也對高雄安祭出停黨權處分 另外一句話叫自求多福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火燒連環船嘛 你根本不知道會燒到哪裡 所以現在就是趕快進行切割 郭柯畫界線 就怕高雄安爭議的浪花一波波 一不小心拍翻選戰的大船 三選招號一網家紅彩虹 S員小組台北新竹